韩信是西汉开国功臣,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,古人云,韩信用兵多多益善,但他也曾经有过以少胜多的战力,他曾经使用过一阴招,战胜了,二十多倍的敌军,此后再也无人敢用刺激。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就是井行之战,汉高祖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10月,韩信带着一万多新招募的汉军越过太行山,向东攻打赵国,赵王歇集中二十万兵力在井行口,等待着跟韩信决战,赵军恶守井行口,居高临下,无论在数量上,还是在地形上都占有绝对优势, 但是,韩信运用了背水一战这一阴招,他将士兵逼入绝境,让士兵发挥超强潜能,借助这股力量向死而生。 赵王任命成安军陈瑜雷统帅,陈瑜仗着自己的兵力多,不把对方放在眼里,井行口一息,有一条长约百里的侠道,赵军谋士李左车建议,在正面死守不战,派兵绕道后面切断韩信良道,把汉军困死在井行侠道中, 陈瑜说,韩信只有万余人,而且千里远袭,如果我们避而不羁,岂不让诸侯看笑话吗? 韩信注意探听敌军情报,在确定赵军没有采纳李左车的计策后,才敢排兵布局,他半夜拍两千青旗绕到敌军后设服, 韩信告诉他们,交战时赵军见我军败逃,定会清朝出动追赶我军,你们火速冲进赵营,拔掉赵军旗子,插上汉军旗子。 随后韩信率主力渡过棉万水,被水列下阵势,高出赵军见了,都笑话轻视韩信不会用兵, 两军正式交战后,韩信假装不敌,抛弃弃谷,逃回河边的阵地, 陈瑜下令赵军全营出击,汉军因无路可退,奋力还击,两军陷入敖战, 突然赵军发现自己,大营权是汉军旗帜,军心大乱至大败,陈瑜战死,赵王被俘, 其实,赵军失败的原因,是他们的心理崩溃了,韩信将这场力量悬殊的,正面作战几乎没有胜算的战争, 活活变成一场心理战,战后,有人问韩信,兵法上说,要背山,面水列阵,这次你背水而战,居然打胜, 这是为何?韩信说,兵法上不是也说献之死地而后生,治之王的,而后存吗? 韩信的军事才能,古今罕见,说他是战神一点不为过,他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将背水一战用到这个程度。